和老公结婚大半年 只见过三面 我去队里探亲 认错了人 拉住别人的手 多久了 咱抓紧要个孩子 那小哥下得跑到他身后 报告队长 我冤枉的是嫂子先动的手 他猝着眉 一脸严肃 我许诺过给你自由 但孩子都找别人要 是不是太自由了点 我和顾晴从认识到结婚半年 只见过三次面 第一次是两家吃饭 我见他生的端正好看 便主动找他搭话 从头到尾 他就说了三句话 都带着淡淡的严肃和疏离感 一 我叫顾晴 在东部任职 二 我不是很会聊天 三 明星同志 回家路上注意安全 同志 那天我连微信都没家就跑了 第二次见面是领政 他爸妈说他很喜欢我 在家里一直念叨着我 可拍照的时候 他背脊僵硬 严肃地向军训 我这才明白 他结婚也是在完成任务罢了 我财富自由 游戏人间 是个爱情垂调者 他家娇森严 做事太过循规蹈矩 十分不讨喜 我父母企图让他来管教我 他父母企图用我的活力带动他 结果就是 婚结了 去各过各的 还记得领政的当晚 我不信邪的想撩撩这位大帅哥 故意在他洗澡的时候进去 谁知他反手给我按墙上 冰凉的瓷装 带着水珠粘了我一脸 虽然他立马松了手 抱歉 我还不太习惯这样的关系 但我兴致已经归零 最烦闷的是 回头时他已经用浴巾将腰腹给围好 我什么都没看见 这男人房老不跟房贼似的 我随后离开了婚房 回我自己的公寓 喊闺蜜过来陪我 林欣 你居然偷偷结婚 老公照片给我瞅瞅 我拿出结婚证丢闺蜜怀里 闺蜜大惊 我C 这么帅 那你大喜的日子在这干嘛呢 是帅哥去呀 我端着酒杯呵呵一笑 你见过谁家婚房挂名人画像呢 我觉得我不是结婚 我是去上课 第三次见面是送他上飞机 在双方父母的注视之下 他红着耳朵 磕磕绊绊的说了五个字 我会想你的 他说起情话的模样 生疏可爱 但想来也不是真心 只是在父母面前做样子 之后的半年 我们没见过 他每天晚上会给我发条消息 每周打一次电话 但语气如同会报工作 他每日会把工资转我 然而 转账内容无下 报告 本月时发工资一万两千五百元 喊补贴 已向您转一万两千三百元 顾情向您申请二百人的聚餐费 如果同意 请批准 我扣了个一 他 请回复批准 我无语 我要是不批你 是不是不去参了 一分钟后 我的银行卡收到提醒 他把最后两百块转给我了 好家伙 解一次婚算是让我开了眼 我是缠他这点钱吗 我全转回去 他又转了回来 只留了两百 那边正在输入 很久 又发了几个字 昨天 我梦到你了 我心里紧了一下 想着他应该不会说这种话 所以问 你爸在身边 他 你怎么知道 哈哈 我就说嘛 又是做样子的 久而久之 我的日子逐渐空虚 看着弱大家产 竟开始思考起 谁来继承的问题 渐渐的 我居然产生出去 腹流子的想法 顾情颜值高 身体好 后代一定棒 最重要的是 以他的性子 我估计不出两年 他就受不了我 准跟我提离婚 到时候后继有人 还自由了 岂不是爽到飞骑 我申请去他们那边探亲 然而他们武警队 只得我审批了五天的时间 时间相当紧迫 我得抓紧了 我给顾情发了消息 让他在家属楼下等我 此时我才意识到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居然想不起来 他长什么样了 楼下站了好些 穿着警服的人 各个身板笔直 戴着帽子 我也分不清谁是谁 我拿出结婚证 立着眼 在人群中一一比对 终于在一棵树下 发现了一个男人很像他 朝着顾情跑去 我一边跑一边招手 目光对上的那一刻 他没心拧紧了 这下跟照片上有八分响 我一把将他抱住 他吓得当场将我推开 你干嘛 我微脑 抱抱都不同意 怎么生孩子 看来这段时间 得好好吊吊他 他似乎黑了 没之前那么帅了 声音也哑了点 我懒得拐弯抹脚 直接挑明 我知道你也很忙 咱们抓紧时间要的孩子 争取一发入魂 顾情顿时跟见了鬼市的 一副下破坛的表情 而此时 背后熟悉而严肃的声音叫住我 灵心 我僵住 不祥的预感 从脚底板窜到了头顶 我绷着身子缓缓回头 只见另一个帅气板的 顾情站在我身后 他穿着警服 肩宽腰窄 身形修长 脸颊以及眼尾 带着淡淡的红色 知道是在生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委屈 结婚时 我许诺过给你足够自由 但现在孩子都找别人要 是不是太自由了点 救命 我认错人了呀 而被我认错的那个小哥 兔子似的跑到顾情跟前 报告队长 我冤枉是嫂子先动的手 太尴尬了 我人都紧绷了 顾情点头 我知道 你爸在花坛那 你去接他吧 修长的腿 一步步朝我靠近 他在我的注视下 默默提起我脚边的行李 他似乎天生就带着一股 令人屏息的气场 我有点说不出话了 家属楼的房间内 安静的可怕 他从进来后 就很自然的帮我整理行李 给我铺床 第四次见面 话似乎更少了 我刚大的看天看地 脚趾抠地板 就是不敢看他 我说我刚刚认错老公了 你能信吗 躺弯腰 把腾空的行李箱放在床下 低头时 刚好与我靠近 似乎想到什么 顿住 看向我 大抵弯腰的缘故 他说话带着淡淡的气音 那你多看两眼 免得忘记你男人长什么样 靠 虽然他是无意识的 但他现在的模样特别勾人 而且 近看更帅俩 睫毛比我的都长 他的瞳孔不算大 但似乎会发光 我不禁脑骨 用这种帅哥基因生下来的孩子 该有多漂亮 大概是我的目光过于放肆 他竟瞬间站直了身子 拘谨的醋眉 说好就看两眼的 再对你打架不太好 那要不我勉为其难的亲一口 我蠢蠢欲动的捏了捏拳 就当为晚上滚床单做铺垫了 可心里又发虚 害怕他像领证那天一样按我 不管了 我点脚 准备扑他 报告 半眼的门瞬间被一个警员推开 顾情下意识的往旁边走 我失去支撑 砰的撞在床架上 曹 顾情回头 关切撞哪 疼不疼 我尴尬的咬牙 微笑 白手 顾奶奶我干这种事就吃过两次别 还都栽在她身上 她是有点东西的 五分钟后 顾情聊完回来 对上有点事 午饭不能陪你吃了 我害怕她今晚不出现 影响我去赴刘子的大计 嬌声提醒 我等你 老娘今晚就吃了她 顾情是五点回来的 还提着包 穿着便服 她说她好几年没休过假了 这次休了五天 陪我逛逛景区 找个民宿去住 我刚想感慨着男人 还算有点觉悟 直到我推开她订的民宿房门 谁他妈夫妻顶标间 你几个意思 你怎么不干脆订两间房呢 顾情微愣 眉头拧了好一会儿 才妥协地点头 抱歉 是我太着急了 我去换两间 我透 她还说着急 是着急气死我了 婚也不用离 直接散偶吗 我抄起枕头砸她 恨她是个木头 她居然也不躲 就这么笔直地站着 被枕头砸了脸 她微锤眼帘 眼底透着淡淡的委屈 有人能比我委屈吗 一点都不过正气 我操 我跟她讲情调 她跟我谈正气 我气得抄起墙上的道具 就往床垫上丢 我们这是夫妻出行 又不是出家修行 又指着那些有趣装饰 你是真不懂还是 她随着我的手指看了一眼 目光像被烫倒时的迅速收回 她没再回答 全程低着头 扁颊耳根红得彻底 这下我看明白了 她懂 大概是她所受的教育 不许她如此放肆 所以她在我面前装呢 懂就行 比纯纯的木头方便 我找前台送来一瓶酒 等我给她灌晕户了 让她暴露本性 她就是境遇的神仙 我今晚也势必将她拉下神坛 我趁着顾情去洗澡 摆了鲜花 点了几根红烛 她出来的时候 水珠顺着肌肉紧实的曲线往下躺 我眼睛不受控制的 随着水珠而动 直到一件短袖 遮住了完美的饰影 我扫兴地瞪她 她明显一顿 然后点气脚 沉默着从我面前路过 我差点给气笑了 眨了眨眼 直接举着红酒杯 从她身后搂住了她的腰 甜衣衣来了一句 哥哥 喝点啊 她的结实见说的身体 瞬间僵持一挺 红酒都荡了荡 你 喊我什么 刚洗完澡 她的声音带着微微的水汽 很是好听 咦 声控狂洗 我点脚 故意凑到她耳边 哥哥 我只这么喊过你一个人哦 难道你不喜欢 再次喊哥哥的时候 她身子鼓都打着颤了 我看到她耳朵微抖了一下 立马变红了 好可爱 哼 男人 显然是很喜欢的 抱歉 我不能喝 局里规定不能喝酒 可她声音微颤中 又保持着整体平稳 哟 这是达飞所问了 我亲密着眼神 小样 还懂得怎么避开话题吗 我怎能让她如愿 嗨呀一声 借着狡猾 直接闯入她的怀中 顺势将酒杯对在她嘴边 少来吗 现在都不在局里了 哥哥 这是闺蜜拿手的撩人绝招 我自认为 学了的炉火纯青 可没想到的是 顾琴牧师前方 一个单手托举 将双眼迷离的我滴流开 一手稳稳地接住酒杯 顺势放到了桌前 微笑不语 啊 我快要被她油盐 不尽的模样给欺诈了 这样下去 还怎么生 孩子 正苦闹 闺蜜给我发消息 她后脚也来东部这边出差了 她还没见过顾琴 吵嚷着让我带着顾琴晚上 一起去酒吧嗨一嗨 看到酒这个字 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她简直是钢铁一号大直男 嘴还硬的那种 一口红酒都不喝 还怎么去酒吧 她带我去吃饭 我劈嘴说我要跟闺蜜去酒吧 还特意拿出金星牌板的聊天页面 上面还有两个学长的照片 顾琴看到后 脸色总算有了点变化 但依旧保持着冷静 她还关怀着询问 他们知道你结婚了吗 哟 好像闻到了什么味儿 好酸啊 我微微挑眉 闺蜜知道 学长们知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了 行啊 要是吃醋就留下我呀 她力气这么大 我肯定是反抗不了的 只要把我往床上一按 今晚我就不用出去了 可是顾琴就这么沉默了一会 突然从行李箱里面拿出一个东西 往我脖子上一挂 这是定位器 有危险就按这个按钮 可以直接报警 两小时应该差不多了 两小时后我去接你 哈 我低头瞅了眼瞅不拉几的定位器 眼角直抽搐 她却顺手给我找了件 完全不露的连衣裙 这件比你身上的好看 换了再去吧 祝你玩得开心 不是 大哥 你是真不着急啊 顾琴声音很沉 我向你承诺过 我不会限制你的自由 干 您大度 您清高 您真不是人 我气呼呼瞪她 很好 等我想离婚的时候 希望她再这么痛快地放手 光怪陆里的酒吧内 有好多帅哥亮语 而我无心观看 脑子里全是顾琴那句 玩得开心 顾琴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睛是垂着的 我出门的时候 她也没指示我 她似乎是不开心的 有毒 我怎么在乎其她的情绪来了 闺蜜坐过来 照片发朋友圈了吗 我点了点有些晕的头 刚发 我还配则说今晚大家回不去了 你说她要不来怎么办 闺蜜笑着横我一眼 哟 咱们这小鞋我看是栽进去了 这场面还换得换尸 我灌了口酒呸了一声 说她胡扯 闺蜜笑 放心 当兵的大部分都是硬汉 硬汉对于老婆的占有欲 可是很强的 真 真的吗 可是我走的时候她都没留 我被这男人搞得一点都不自信了 不过如闺蜜所料 顾琴十分钟后就到了 往日里淡定稳重的面容上 居然有一丝不淡定 似乎还微喘着气 林依心 她紧张且担忧的眸子 望向我追着光 里面全是我 闺蜜眼睛都直了 我去 真人比照片还帅呀 此前我也得谈个这样的 两位谈笑自如的学长坐在我身边 突然间没了笑容 似乎也没有让位的打算 反倒是略带敌意地调侃起来 林依 这是你哪个秦哥哥呀 不给学长介绍介绍 又看向顾琴 喜欢她的人很多 追她得排队呀 此时顾琴领着目光扫过二人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 我从未见过的压迫 天天又突然想到自己几次吃扁 想气起她 故意介绍 她是我朋友 叫顾琴 顾琴 这是我俩学长 两个学长挑眉 琴哥哥在 就不喊我们哥哥了 痛 我平时也没喊过他们哥哥好吗 闺蜜给的剧本有点过了 我没见过顾琴发脾气 但哥哥两个字 似乎一脚踩中了顾琴的雷点 也对 我早上才说 我只喊过他哥哥 他紧盯着我 嘴角勾起那脸的弧度 一定是很有礼貌的微笑 却让人心脏紧绷 压迫感好强 强到我心虚 下意识平住呼吸 咽口水 险些着演不下去了 在我即将破功的时候 顾琴却突然挪开了目光 看向两个学长 她从胸前的口袋里 掏出一个红色的本本 拍在了酒桌上 发出让人心颤的喝笑 朋友 确实是朋友 不过 这种关系的朋友 应该不需要排对吧 我们所有人都傻眼了呀 家人们 谁懂啊 有谁随身携带结婚证啊 两位学长浑身僵硬的默默起身 就连我也被这气场震慑的 差点下意识跟着离席 是顾琴站在我的身边 紧紧抓着我的手 一起坐了回去 而且沙发这么大 她却紧贴我的胳膊 她好烫 胳膊烫 手心也烫 仿佛是熊师在宣示主权 我心跳逐渐加快 顾琴看着闺蜜和学长 理解性的微笑 脸上都有半点温度 环境的喧闹 与我们的沉默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缓和紧绷的气氛 闺蜜主动提出摇头子 但随着逐渐回温的气氛 我小声问 你怎么带着结婚证 顾琴飘散的眼神 一下子聚焦回来 有点内敛的嗓音 格外认真 因为上面有你的照片 尤其仅有的 唯一一张你的照片 我张了张嘴 默默无语 结婚这么久 我还真是没给她发过 任何一张自拍照呢 心口处 仿佛被猛烈地敲击了一下 我看着她 目光挪不开了 脑袋里狠狠地嗡了一下 或许是我已经喝了太多的酒 脸颊滚烫 眼神也开始有些迷离 按照原定计划 闺蜜大声指着桌上的一打酒直嚷嚷 小心 刚才说了那么多酒 现在家属都来了 可不能养鱼哦 手心握着酒瓶 却有些摇摇欲坠 真不是故意再装 今天的氛围格外醉人 晃来晃去的灯光下 她的眼睛更好看了 有我的倒影 闺蜜在一旁 哎 小心快点啊 欠了那么多酒 喝完才能继续呢 瓶口抵在嘴边时 我微顿了下 眼眸还没来得及永远 披向身侧时 我的酒瓶已被人夺了过去 她不能再喝了 是顾晴 我微喜 闺蜜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她掐腰挑衅 玩游戏愿赌服输 你作为家属总不会不认吧 回应她的 就是顾晴从未有过的帅气动作 我认 微仰着头 猴头如动 很快一瓶见底 啪的一声 按在了把台上 在闺蜜个然的注视下 又抄起了一瓶 不带停歇的在上方打个转 又是一瓶见底 闺蜜彻底尖叫起来 起哄鼓掌 我心底闪过一丝复杂 只见戳了戳顾晴 你不是不喝酒 顾晴笑着抹掉嘴角一出的泡沫 只是不能喝 不是不会喝 你安心完 我在他们就欺负不了你 我抿唇不说话了 闺蜜在一旁被嗅到的挑眉 呦呦呦 还欺负不了你 顾晴回应她的 只是豪放的大笑 手上却是风卷残云式的扫荡 我看着这样的顾晴 心口突然像采了棉花一样 酥酥软软的 闺蜜咋舌 我算是闻到了爱情的酸臭味 一瓶二瓶直至十瓶 可谁能告诉我 顾晴怎么一直不醉啊 把罚酒喝完 顾晴依旧神采一一 接下来的游戏 要不是几个人都喝啪了 我一度以为我们喝的都是假酒 可顾晴只是微醺的面孔 让我背从心来 啊 这后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看来 今晚我只能硬吃这块肉了 散场后 我闺蜜都被和服了 差点把我的大忌合盘拖出 吓得我赶紧给他打辆车送走 回到酒店 我头晕呼呼的 索性借着酒劲 直接抱着他往床上滚 他要起身去开灯 我就像八爪鱼一样 将他死死抱住 不要不许开针 男人难得听话 我窃喜 自然是顺的板往上爬 我翻身而上 腹肌好硬 好烫 好喜欢 我的手突然被禽住 身下的人呼吸很重 没洗澡 一会儿 不要打断我的兴致 但我的手再度被控制 黑暗中 顾晴的眼眸 无同催着光 他可盼又认真地看着我 灵星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快问 我微张着吃人的嘴 你喜欢我吗 喜欢 一秒都不带犹豫的 我准备下口了 吃了这块糖僧肉 可顾晴却用手背堵住我的嘴 我说是爱情那种 哎 熟悉又陌生的词汇 仿佛一盆冷水将我浇醒 换作以前 我那随意的灵魂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睁眼说瞎话 可危暗的夜晚 借着月光对上顾晴那炙热 而执着的眼眸时 我迟疑了 顾晴这跟臭木头 和别的男人真不一样 迟疑刹那 他再没有给我做打的机会 他抱着我反转 轻松将我放倒 长发散开 我眼睁睁地目送他进了浴室 我身上有汗 先去洗澡 你先睡 他动作很快 看着他的衣角 从我指尖溜走的那一刻 我鼻尖发酸 将自己闷在了被子里 干 不就是个臭男人吗 我有什么好委屈的 他还能逃出我的手掌心不成 或许是酒意上头 我盘算了无数种半夜反扑招式 一个都没用上 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睡过去的 半夜似乎听到声音 一吸睁眼 看到顾晴用手机打光 正在说写着什么 我睡眼朦胧的哼哼 你 你在干什么 台灯下 他回了个很不好意思的笑 随机很认真低头 继续分笔记书 我在写检讨书 今天魄力喝了很多酒 影响非常不好 我得跟队里写个检讨 你快睡吧 我猛吸一口气 就被这男人的原则性 给搞服了 早上我醒来时 头疼欲裂 太久没有放纵 诚然已是一枚弱鸡 胃里肌也翻涌 嘴角干涩难受 对着床边的垃圾桶 拥有了好半天 等我试图擦嘴时 听着动静的顾晴 从厨房内走出 手里还端着碗东西 他见我这副惨状 赶紧坐在我身旁 给我顺着背 我 没事 我依靠近顾情宽后的胸膛内 心口不自觉地偷跳起来 这样骂自己没出息时 一碗汤水递到了我面前 胃里一定很难受吧 昨晚我一直听你在哼哼 这是解酒汤 先喝一些 你会再吃点东西 他垂眼看我 眼神格外温柔 我接过你的口 微甜 好喝 喝完一碗 胃底舒服许多 我咧嘴 带着些晕乎乎劲 冲他傻笑 你拿买的 这个买不着 我问人要的方子 先熬的 他接过我的碗 随手放一边 又用手背体贴地 放在我额头上 设施温度 眉眼微锁着 睫毛浓得像把涂扇 专注时深情又迷人 眉生病 他舒缓地吐出几个字 锁着的眉眼骤然散开 微微仰起嘴角 勾出一丝酒窝 本就阴挺阳光的面容 愈发勾人了 妈咧 我歪着头 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 不巧 还滴在他手背上 顾情低头看了看口水 又看了看一动不动的我 十分疑惑 是 饿了吗 若不是肚子里 及时响起旧场的咕咕声 侠飞双颊的脸 恐怕都丢尽了 很快 我边撕扯着小笼包 边对着顾情呲牙 给我等着 带姐姐我恢复了力气 就想办法吃了你 没有了酒精 恢复理智的我 诚然已经想好了 要是顾情再敢问出 昨晚的奇葩问题 我一定三下午除二 将他吃单抹镜 再套在床头潇洒地 燃上一支烟 只肩勾住他那沮丧的帅脸 没心没肺告诉他 老娘爱他 正幻想着起劲 干掉最后一支小笼包 不知道是不是吃得太极太猛 我挖了一口 又吐了一垃圾桶 顾情吓坏了 赶紧窜到我身边 又是擦嘴又是紧张地询问 我 我真没事 可顾情明显不信 紧张得不得了 最后拉上窗帘 给我调整好枕头位置 让我继续休息 他却一转身出去了 你好好休息 我去下诊所 我欲哭无泪 挥这儿抗手 只想说可能是吃得太急 你抱着我休息会就好 紫耐紧搁的太急 转眼就没了人影 在睁眼时 我是被一阵香气给香醒的 正想着要不要午饭清淡点 一阵阵饭菜的香气 正好气人心皮 我撑起身体 看着桌上丰盛的饭菜 瞎巴都快掉地上了 顾 顾情 民宿酒店的饭菜这么好 顾情摆好碗筷 听见我声音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转身 是我借他们厨房做的 想着你身体弱 应该吃不惯这边的口味 就做了一些你的家乡菜 现在怎么样 还难受吗 我给你买好了药 回来时看你睡得正香 我就没有炒你 我巴搭着嘴 有些傻眼的 他 他居然还会做饭 贤夫啊 我甚至顾不上刷牙 跳下床凑到桌前 用筷子勾起一块炒肉 往嘴巴里晒去 香嫩可口 满嘴都是肉香味 好 好吃 顾情 你做饭怎么可以这么好吃 我像只蚕嘴猫似的到处下筷 顾情在一旁十分认真地回着我话 这小时候我妈让我学的 她跟我说 男生做饭做的好吃 国家会优先发对象 我扑得差点笑出声 咀嚼完饭菜问她 这你也信 她却冲着我认真地点了点头 信